好,我们来看一下立体5 立体5是等差数列的DN项 以至呢,这个数列叫 3,7,11,15,点点点,83 它是一个等差数列 那首相A1等于多少呢? 首相A1多少? 就排第一个了 首相A1就等于3 那公差呢?公差的D就等于 后面减前面 7减3 或者是11减7 或者是15减11 答案都是多少?都是4 后面减前面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随便挑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等差数列 等差就是相等的差 后面减前面都会一样 第七项 A7 好,请注意 这个A7呢,等于 A1加几D呢? 等于A1加 6D 7减1就是6 所以A7等于A1加6D 3加6乘以4 等于27 第三小题 它问你43是第几项? 我们假设 43是DK项 DK项 好,也就是说它是AK的意思 AK呢,等于A1加 K减1个D 对不对? AK43 A1首项是3 加上K减1 乘上D D是4 把3移过去 43减3 40 等于K减1 乘以4 乘以4 1过来变除以4 40除以4是10 10等于K减1 所以K等于11 所以43叫做第11项 43是第11项 有些同学就说了 老师 这个公式 我背不起来 怎么办? 好咯 我们就来想想看 43就等于首项 要加几个D 才会变成43 那你看 这个一个公差 一个公差是4 好咯 你就用猜的 3加多少乘以4 会等于43 那很清楚 你这框框算出来是10 首项加10个4 一个公差是4 首项加10个4之后 会变成第1 这一项43 那所以我们知道 加一个公差就变第二项 加两个公差变第三项 加10个公差 首项是3 加一个公差变第二项 再加一个公差变第三项 再加一个公差变第四项 点点点 加了10个公差 会变第几项呢 当然很简单 加10个公差 就变成第10加1项 第11项 那再来第四小题 这个等差数列 一共有几项 我们还可以这样做 请注意看一下 我们可以这样算 3 7 11 15 点点点到83 来请你看一下 如果这个3加一个4 就变成第二项 3加一个4 就变成第二项 3加两个4呢 两个4就等于11 它就变第三项 3加三个4呢 3加三个4就变成15 它就是第四项 好 那3加几个4 3加几个4 会变成83呢 我们就算这个框框 框框乘以4就是80 所以框框就是20 3加上20个4 它就是得到最后一项 那加20个4是第几项呢 最后一个是第几项 最后一个就是20加1 等于是有20个间隔 从3到83有20个间隔 那头尾都要算 等于20加1 一共有21项 所以呢 这一题是21项 一共21项 那这个 右边这个 32是这个等差数列的其中一项吗 我们就看看 32呢 有没有办法从3加几个4 得到 3000一过来 32减3 29 29会不会等于 框框乘以4呢 不可能 这不会是一个整数 所以呢 32是不是这个等差数列其中的影像 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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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